喝了酒就有朋友 喝了酒就有泡友 其實不知道現在人都怎麼知道泡友 可能是上交友軟體APP版我不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酒的女孩Greta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不喝酒的人的困擾 我曾經也是一個不喝酒的女孩 就覺得酒就是又貴 然後有一些又不好喝 可能會很苦很涩 去喝一些手搖飲啊 麥香奶茶或者是麗頓奶茶 對我來說已經覺得很開心很好喝 到底為什麼要去喝酒 我也曾經有困惑這件事 但就在某一天呢 我就突然覺得 欸 酒這東西好像有點好喝 我覺得喝酒的人都會有一個盲點 覺得說大部分的人都會喝酒 身邊會充滿很多酒友 然後不管是聚餐啊 或是Party的時候 但其實不喝酒的人 才是佔大多數我自己觀察下來的結果 你今天就是要來走出同溫層 了解一下不喝酒的人 到底有哪一些困擾 從討論區上面搜尋 第一個的困擾就是 各位覺得會不會喝了酒比較有話聊 喝了酒比較敢講話 喝了酒就有朋友 喝了酒就有泡友 喝了酒比較敢講話嗎 我覺得講話會比較大聲 口水比較容易噴出來而已吧 這太看個人的個性 因為有些人的確是喝了酒 才會比較放鬆比較敢講 喝了酒就有朋友嗎 這個其實就是蠻不一定的 因為也有很多不喝酒的人 但也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 至於喝了酒有泡友這件事 其實不知道現在人都怎麼找泡友 可能像交友軟體 APP嗎? 個人是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有句話是這麼說的 每個人都想要牽著手就可以結婚的愛情 卻活在一個上床都沒有結過的年代 有泡友真的好嗎? 大家可以想一想 大學同學出去都一定會拼酒 有人會喝到醉 其實不知道現在大學生的酒量怎麼好 這麼有社會化 大學生出油不是都在玩一些什麼桌遊嗎 或者是什麼銀心啊 玩節奏節拍遊戲之類的嗎 現在都會拼酒是不是 每次喝酒的時候都會找藉口閃掉 這樣子 9月9日覺得很解嗨 都幾歲了還不會喝酒 很多人長很大也不一定會開車 會不會喝酒其實跟年齡沒有什麼關係 當然你一定要法定年齡才能喝酒啦 去酒吧點 補酒精會很蠢嗎 完全不用擔心 大家也看不出來那一杯到底有沒有酒精 去夜店不喝酒會不會很奇怪 一點都不奇怪好嗎 我覺得去夜店重點不是 第一個認識新朋友然後第二個跳舞嗎 我覺得喝酒這件事情好像 主要是優惠很高耶 如果你喝醉你要怎麼認識新朋友對不對 反正不喝酒也不知道什麼叫好喝的葡萄酒 想要買葡萄酒給女生拿生日禮物 但不知道要買什麼 如果你平常沒有在喝 其實你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好喝或不好喝 所以如果你今天遇到一個人 他跟你說他只喝過好酒 那他一定是在騙 因為他沒有喝過不好喝的酒 他怎麼知道他喝的酒是好喝的 建議你直接不要送葡萄酒 只是有很多東西都可以送女友啊 為什麼一定要挑葡萄酒對不對 接下來這位說因為他不喝酒 很多人都會說這樣你會很難交朋友或是應酬 大家不要再這麼視力了好不好 不要覺得交朋友應酬一定要用酒精好不好 男友不喝酒我和他分手 這不算困擾吧 分手不是就可以再交下一個新的嗎 開心的moment不是都只建立在喝酒這件事的話 男友還是可以參與你很多開心的時候 這跟每個人尋找快樂的方式有關 那對於女生來說不會喝酒的男生就代表 不夠大人不夠社會化嗎 會扣分嗎 所以你說不會喝酒的男生不會扣分 真的扣分的是酒量不好硬要喝 然後喝著還造成別人困擾的人 本身不會喝酒但身邊的人都會喝 老朋友出去吃飯因為這樣子就不找我出去 其實我覺得真正的好朋友不會因為這樣就不找我出去 不喝酒的男友覺得沒面子 僅僅不帶他去朋友的聚會了 我覺得這沒什麼好講 就直接換個男朋友吧 他沒有辦法體諒你然後尊重你不喝酒的決定 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在一起耶 不過喝酒有錯嗎 大學出了我一定要拼酒 每次都找藉口推掉 久而久之他們覺得我很解嗨 說我是個無聊的人 這個人有不有趣真的跟喝不喝酒沒有關係 很多有在喝酒的人也不見得比較有趣好嗎 最近認識一些新的朋友說我不會喝酒 居然說那你只能永遠當一個上班族 這想法真的是大錯特錯 我就知道有酒商的老闆 但他是不怎麼喝酒的事 人家也是當了老闆 所以這真的是個謬論 不喝酒的女生男生會不喜歡嗎 比起胸部 我覺得男生真的好像比較不在意女生 愛不愛喝酒這件事 我指一般男生 難道不喝酒臭了嗎 年終抽獎的時候也付了男酒費 但今天長官喝醉的時候 覺得為什麼我不喝酒 這時候你就要回長官 我不喝酒是為了送你回家 喝酒才能看出本性嗎 我男友是個不厭不酒的人 但我爸總是說要灌我男友酒 說什麼這樣才能看他的本性 不喝酒的人沒什麼朋友 不喝酒的人很難相處 首先我覺得喝酒後的確可以看到一些本性 因為有些人喝酒之後可能比較不壓抑 或者比較放鬆 展現真實的自己 至於不喝酒的人沒什麼朋友 這也是謬論啊 我也是認識很多不喝酒的人 可是他人也很好 不喝酒的人很難相處 我跟你說很多很會喝酒或很懂酒的人 他們也不見得真的很好相處好嗎 我覺得在這個應酬文化的社會體制下 其實我們真正要攻擊的人 不是不喝酒的人 是那些一直逼別人喝酒的人 好嗎 我覺得我們不要搞錯重點 好啦以上就是我收集到不喝酒的困擾 那當你下次遇到不喝酒的人 你也可以跳出同溫層 試著體會一下他們的感受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然後記得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不喝酒的朋友們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